本節目主持及嘉賓內容與本台立場無關 緣 天以不見為緣 地以不形為緣 人以心腹為緣 人 要順應天意 定要逆天改名 緣緣學會 解開緣經 這一集不如先打開神童 立即打開了印度神童 神童又發表遺論 又有遺論 今天太粗糙了 神童今年發表了很多遺論 阿妹本身有留意這些事嗎 印度神童在你的節目中留意 你代表了很多朋友的心聲 沒錯 平時不會怎麼看的 不過你說開我就順便看看 我也是在節目中吸收多些資訊 沒錯 其實印度神童一直以來 他做事或他計算的方法 就離不開尖聲術 不過他的尖聲術 就比我們所認識的尖聲術深一點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用古印度的尖聲術 跟我們西洋尖聲有一點不同 但這個尖聲不是太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他也是用了九大行星 嗯 那麼 開一開個星盤來看看 其實任何占卜語言 其實任何占卜語言 最後都在說聲盤如何排列 嗯 他根據這個星盤的排列 作出以下的語言 開一開他的語言 他在10月尾 11月頭發表了一些語言 阿妹你輕輕說來聽聽聽 我順便休息一下 好啊 對了 最近印度神童 再有新的語言 是 他也上載了很多條 關於這個世界事證的預測和分析 是 裡面也提到 就是2022年的4月 因為這個火星和土星的相合 將會發生影響全球的災難性事件 又來災難了 對 而且會影響經濟 哇 好害怕 他說到5月份 經濟才有明顯復甦的積極 好大 其實現在的經濟也不是復甦得很厲害 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其實你剛剛說得很好 就是現在的經濟屬於什麼階段 我聽有些人的說法 就是開始有少許復甦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大公司終於願意花錢 終於願意搞工作 花幾百萬 其實本身我覺得公司有儲預算的 但之前也做不到 所以其實 已經縮掉了 對 但是你說星斗市民是否真的復甦呢 我就有一些保留 是 很有保留 因為現在我覺得很極端 譬如你很喜歡吃日本菜 那些 你去吃日本菜 排隊排幾個月 是 但你說我剛剛公司出現了一次裁員 我老闆又叫我減薪 其實是向後走的 所以真的比較極端 他就說 去到五月份才有明顯復甦 即是等於什麼 即是等於 如果現在大家正在捱 多捱半年 整個全球的角度來看 都開始好了 這個是他的說法 十月這裡他說什麼呢 最新預言 他在十月也發佈了一個新影片 他就說 因為受到木星疫痕的影響 他說今年 他很準確 他說 12月的10日 就會開始有大大小小的壞事發生 包括爆發新一波的疫情 他說疫苗的接種率 就算一些疫苗接種率高的國家 也可能會遭殃 我們偉大的祖國的接種率高不高 很高 香港也算很低 他有點名的 英國、美國、新加坡和以色列 他就說 繼續受到疫情的影響 又是說經濟 也可能會發生變化 而明年的三至四月是最明顯的 五月就復甦 但是三至四月就衰 其實如果這樣看的話 只是衰一陣子 可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四月會有火星和土星的相合 如果聽他這樣說 其實經濟差也是跟疫情有關 而且他預料印度股市也會有泡沫 要大家留意 但他又不說泡沫什麼時候 預料情況擴大 可能還未算到 要多一點時間 還有其他極端的事情 他最後說今年的什麼 縮小番勢 麻煩 看不到 最後幾句我們看不到 我們觀眾看不到 今年的冬天 今年的冬天 即是接下來 可能下個月或是現在 還有三十天 如果我們要計算冬至 或者是冬天的話 今年的冬天會出現一個極端的天氣 包括嚴寒和下大雨 會影響全亞洲和歐洲 即是接近全世界 即是半個世界 在多種危機的夾擊之下 多過大國也結束難途 哦 這樣 其實怎樣去解讀這些東西呢 先打開星本 12月10日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剛才那本 就是剛才12月10日 就是木星和火星形成一個角度 怎樣去看呢 麻煩你把蝸燒出來了 首先在蝸燒指著火星 我圈了給你 火星拉到圓圈中心點 即是薄餅的中間 拉下來 在這裡停停 再走去木星 這裡就成了一個90度 原來在尖星學上 90度是最差的 哦 90度是五和下 是一個很兇的位置 而木星和火星 這兩個星 是屬於災難之星之日 為什麼 火星代表情緒 代表亢奮 火星本身是一個射手座的工位 就等於黃星入黃廟 什麼意思呢 假設阿寶很漂亮 不要假設 不要假設 他本身已經很漂亮 給我多一點自信 不要假設 再加上他現在用一個極度好用的化妝品 那就更加不得了 加成 這是黃星入黃廟的意思 好 但是他承認著木星 走一個衰的角度 就等於什麼 阿寶化到這麼漂亮之後 原來 這個90度是轉彎 轉彎 撞到牆 不是 前面有幾個色魔在等你 嘩 這麼害怕 應該你也挺窄 我寧願不漂亮 我立即下妝 隨身攜帶下妝品 我不知道你戴什麼 所以有時候女人太漂亮 也不是一件好事 還是想漂亮一點 容易有意外 我戴過防狼器算了 防狼器也未必能幫到你 現在是承認著木星 所以遇到這個日子 就濕濕了 在他的角度是這樣 而他說明年3至4月 最明顯是為什麼 因為3至4月就是 行木的時候最旺 行木的最旺 就等於明年8節本身記木 但他不會這樣算 但他有他的方法看得到 但其實 這麼多東西加加起來 大家有沒有一個方法 可以看得到 其實最後怎樣去判斷 時間和空間 所帶出發生的事 最容易看 知道是什麼嗎 你猜一下 即是回答 怎樣看出時間和空間 看什麼會看到 看天氣、股市 還是看什麼 時間和空間 看天氣 就是看股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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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上一次是5月26日 我這裡斬開一段 那一天就是港股5月26日 相傳在占星術中出現血月 地球必然有災難 那幾天就沒有災難 但大家是否輸了很多錢 就看看5月26日 如果你就這樣看 它有沒有下跌 5月26日那天好像在升 對 還在走上去 後來很嚴重 它有時候的東西不是馬上反映 它告訴你那天來了 那天附近就有些窩氣 所以你看那個交易日 26、27、28、29、30 它多走4天就跌給你看了 17月一到就開始跌了 它真的像上滑梯般上滑 所以有時候占星的意思是說什麼呢 就是那天開始有些東西 你要非常小心 就是這樣去看 但是為什麼會發現這件事呢 又或者在占星的角度 其實你就會這樣看 那一般人又應該怎樣去消化這件事呢 立刻開一個混本出來看看 我們嘗試選擇一個我們叫排功轉盤 Parabolic curve 占星的其中一個意思就是用這個圖可以解釋到 這個圖怎麼看呢 大家將這一集不停重複再重複就會明白 這個真的要學著 因為我現在看到 有點想滑 等你解釋 其實好像很簡單 但是有些複雜看不明白 其實大家看著黑色的線 即是那條圖是軟弯的 占星技師說 你在左下角就是起點 慢慢走到上面的線址就是你的總站 假設這個是一個 股票或者是一個溫度 或者是現在那個 接種率這樣才算 最初很少 慢慢拉上去 數值不是越來越高 其實他告訴你 你在這個工位 進入了這個空間 你的總站就會看到那個數值 但你不會看的話 你就會變成紅色的 就是你在日常生活裡面 很波動 很波動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好運 明天衰運 下個月就可能破財 就是在說這個波動 但你作為一般人 你是不會知道原來的軌道是這樣的 你是不停在一個我們叫做震盪裡面去生活 所以你怎樣才能找到你真正的位置是什麼呢 有沒有方法去計算出來呢 根據我們的主星 我們十二的工位 就會得出我們一個時間表 開了簽名出來 因為很多人不太懂得看 買了回去之後 究竟怎樣去衡量 自己是否有貴人 那些呢 後台同事開了一個簽名 有貴人 有月亮 那個 這裡就馬上寫給你看 你走到哪一天是破財 為什麼那天是破財呢 原來那天是不適合你洗的 那天是跟你五行有極大相沖的 那你很小心 為什麼會有貴人呢 因為那天是滿月之後 天星的月亮 走到最亮的一刻 原來這個歸人會出來 那我們就有方法去計算排列在哪裏 就呼應剛才的圖 如果你拿著這個時間表 你就大概知道自己何時要避開好運或壞運 知道嗎 嗯 好 除此以外 我們又跳出來 這個月呢 冬季最重要的是月食 那怎樣去衡量呢 因為月食是星期五 星期五還有股市的 那你大概預算前三日後三日 就比較明顯的波動 但是你說如果我本身是沒有股票在手 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知道自己的運程 即是在月食前三後三的時候 就波動比較大一點 例如是那些什麼呢 大波動 可能你那天坐車會掉了我的電話 那也挺大 這個很大波動啊 你說收拾到電話就說 不過現在收拾到電話都還給別人 你也解不了鎖 幸好你夠正確 不是教大家一些壞事 又或者如果你有開車的 那就要小心一點 那段時間你特別容易刮花 如果你是比較頑皮的 頑皮的定義就是 你經常告訴老婆 聽到去圖書館 但是不知道約了人去哪裡 不做壞事 那幾天拜託你不要做這些事 反過來也是 女士也是 平時都最好嗎 女士很喜歡 跟老公說 我回媽媽那裡 今晚晚一點點回來 你知不知道其實去哪裡 去購物 不是去打牌 那幾天就不要做 嗯 就是冬至前後 是嗎 不是月食 星期五 今個 接下來是星期五 接下來是星期五 你這一天最適合的是什麼 就是拜一拜那壺 因為那壺會比較容易幫到手 例如我們之前說過的 就是月食 和那壺是專門咬小人 譬如說你事業上有很多小人 你是比較要面對的就要小心一點 除此之外 我們看看這件事 還有另一幅圖 還有另一幅股票的圖 在阿南特之外 這個就是 左手邊寫著 Dow Jones 杜瓊斯指數 縮小了我們 我們先看看 原來 天上的星象 和大部份地方有明顯的效應 剛才看港股的圖 5月26日 是走了幾天就跌了 記得嗎 走了四天 大概四天 這裡又差不多 這裡多走一天 五天之後 我把紅色的線拉出來 就是5月26日 是 在美國的市場 都是沙羅尼 即是證明了什麼 證明原來 天星的角度 對人類的商業買賣 真的有很大影響 對 很直接的影響 是 所以如果你懂得看通性 也會贏不少錢 不是 不一定想賺錢 避一避 避一避 對 但是 你可以反過來 說 現在 美國那邊 是一個大聲浪 這樣衝上去 嗯 如果你說 不小心進去 你坐得上去 都可以 就不太害怕 好了 那我們 預備 到第二 還有十分鐘 好 我記得 因為這一集 我們比較 時間上 比較緊迫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 我想跟大家考一下 記憶問題 記不記得 哪幾個數字 在碟碑和碼裡面 是最好的 9 8 還有 還有 6 1 168 9 有些人就說 其實 如果我是 8月8日出生 有沒有問題 是好還是不好 你覺得是好還是不好 1988年 8月8日 假設是這樣 我覺得沒有關係 為什麼 這個 最多關係是什麼星座 其實很視乎 你有多可寫出 年月日出來 通常是填課 報名 那些才會寫 如果你說很少寫 這件事 其實作用不大 但是這樣 如果 ID卡裡面 有這個數字 我們很多時候 將這些內容 是Part2講 現在講一點 對 我很想大家 踴躍一點 參與Part2 因為我們Part2 大家問問題 又會私隱一點 對 多一點 多一點 互動 我們會即時和大家介紹 所以我們特意在這段 跟大家講一點關於這件事 大家拿自己的ID卡號碼 最後一個括號 阿寶你的括號是什麼 7 7嗎 好像不太好 這個不代表本人 你知道ID卡是最壞的 為什麼 因為它不能變 你的電話號碼也可以變 如果不能變 就等於什麼 真的7 你抱著這個數字過小 蛤 7是否真的不好 不是不好 7就代表自己 那個 精神上的狀態比較感性 哦 先以感性來說 不是理性來說 這是第一 第二 7這個數字 因為它是屬於 即是屬金 屬金的意思是 錢不是很穩定 這樣很適合 現在做這行 時高時低 所以要小心一點 好 ABCD是否可以計算 因為你的頭一個字 通常是字母 字母就沒有關係 第一 這個字母下一個是什麼數 2 2 2有恭喜你 為什麼 2和7 這個組合 一頭一尾 就等於 人緣很好 經常有人找你幫忙做事 那些 但是別人找我幫忙做事 我很忙 但你又有錢收 那也是 不是義工 你不用怕 也真的 不算很多人找我做義工 所以 2配7 就挺好的 等於人緣 1配6 知道是什麼嗎 你猜一下 如果1689是好的話 1配6是什麼 1配6 有這個 發財運 可以這樣說 適合一半 男性很受女士歡迎 1加6 1見到6 1見到6 本身金山水 就等於 這個人轉數很好 轉數很厲害 想辦法 或者很厲害計算 但真正計算之聲 是3和8 1配6 我們稱為人緣數 那 反過來 什麼號碼 在括號是最差的 4 為什麼 4是傳統的印象 對 最不好是5或者2 2也勉強得夠 2放在前面就OK 放在後面就不太好 沒錯 是頭尾之配 所以其實不是數字好不好 也看位置 沒錯 有沒有人括號是0 會不會有 我都不知道 比較少見 但2有什麼不好 2就是腐科病 如果是男人就沒事 男人就是他身邊的女人會病 那不可以 他媽媽或者老婆容易病 不可以 立即問問另一半 所以電話號碼的重要是 幫你補飛 令你的ID卡沒那麼差 也是 因為其實電話號碼應該是 經常拿出來拿得最多 對 比起ID卡或者出生列 沒錯 因為電話號碼每天都會震動 因為有些人就說 我現在很少打電話的 通常Whatsapp或者TG Whatsapp那些都是電話號碼 對 因為透過那些東西找到你 所以這個就會有靈動性在 所以大家要小心 如果括號是5代表什麼呢 括號有5大家要鏡親一點 因為等於自己或者家人 家人最親的那個 就會容易有癌症 因為5是災難之星 所以車牌有5我們看到 通常是不跟的 最好快點切線 不要跟著它 不知道為什麼有5的車牌 通常是慢一點 尤其是2看到5是最慢的 通常那些車子 好了 部分1到尾聲 我們說了這麼多有用的資訊 這一集 號碼說了這麼多 其實接下來 新一年 我們2022年 最好的號碼是怎樣計算呢 號碼和號碼之間 會引申一些什麼問題 或者一些好事呢 譬如有些號碼 一用了 就馬上很快便會很好 又是跟什麼有關呢 對 留給我這麼大的 當然可以 你現在的號碼 我印象中是普普通通的 對普普通通的 對普普通通的 因為我接下來都想要一個新的 專供 不是 我想買新的電話 但我舊的電話 你終於捨得換了 對 因為都用了5、6年了 都用了消費券 這個真正 等一下我們節目後再說一下 所以大家對於剛才我們說的 提醒你什麼時候會 小心點 可能會破菜 或者貴人什麼時候來 什麼時候日月雙沖 這件事 盡快找我助手 看看如何拿到 拿到 功德無量 你看著他們 上班下班做其他事情 就避開很多問題 或者你說 最近可能有些新的事情要搞 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要看一看 自己的生肖 還有 我們公司那裏有個點燈 因為點燈通常會令到 東西慢慢會好 我們片尾經常播放的 就是我們公司那裏 怎樣幫人點燈 那我們 part 2見 再次見 sapakawatoa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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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大家用PayPal方法付款 請留意以下步驟 首先選擇購買類型 再按付款方式 選擇PayPal或信用卡 然後按進入付款頁面 輸入你的電郵地址和密碼後按登入 然後看清楚你的資料是否正確 再按繼續 交易完成 無需等待 馬上開通 如有任何問題 可在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下午1點至6點 致電3703-3726查訊